大家好,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开春的时候呢一定要掐准时机在这个茉莉花芽这个新芽萌动之前呢给它进行修剪 然后呢修剪之后要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一点有机肥 有机肥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用这种发酵腐术好的羊分相对比较温和不会出现这个烧根的情况 那么在这样处理好之后呢它后期就能够发出非常多的这个新芽新吃出来 那么就有话有有疑问呢为什么茉莉花的修剪这么讲究一定要掐准在这个新芽萌动前进行修剪呢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为什么不能够剪得过早呢 如果剪得过早的话呢在修剪之后植株的一个抗动能力啊就下降了 因为这个时候温度就特别低 那么这个时候植株就特别容易出现动害 而且呢修剪之后啊它会有这个伤口的存在 那么这个伤口啊在比较冷和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呢 它这个伤口很容易失水 然后导致这个枝干出现这个枯枝病的情况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够剪得太早 但是为什么又不能剪得太迟呢 如果我们剪得太迟 等到它的新芽已经萌发了 新芽开始生长了 我们再来剪 那么它刚开始新芽萌发的会消耗植株啊 大量的养分 植株消耗的养分多了 后期你修剪之后呢 它之后再萌的芽的话呢 就会比较弱 就无法养壮 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修剪时机那么重要 我们修剪一定要在温度能够达到18度左右 然后呢 这新芽还没有开始萌动 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修剪了 每个地方呢这个温度都不同 大家要时刻关注这个温度的变化 现在南方的话呢修剪就刚好合适 但是北方的话呢可能要等到一个三四月份左右 才能够进行修剪 因为这个时候温度才能够达到18度 那么在修剪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保护伤口 避免伤口有这个病菌的感染 那么如何保护伤口呢 就是给它在伤口上涂抹这个带生猛心这个杀菌剂 将带生猛心直接涂抹在伤口处就可以了 又或者我们可以将它吸湿1000倍 然后给这个植株进行喷湿也可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茉莉花修剪的时机这么重要了 只有把时机掐好了 植株不仅不容易出现动害枯枝的情况 后期啊长出来的牙人会更壮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